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将信息的传递及简化 这张地铁线路图抛弃了精准定位理念 采用统一的式样绘制 将错综复杂的纽约地铁线路 用最简单的方式呈现出来 使其更为直观的展现 但公众认为 这样的地铁线路图 根本看不出是庞大繁华的纽约城 迫于舆论的压力 这张地铁线路图只使用了7年 但这种设计方式 在今后却被广泛的运用 同时也被 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永久收场 2013年 维尼尼为美国航空公司更换了 使用46年的企业形象 这在设计界掀起了轩然大波 维尼尼在接受 《彭博商务周刊》采访时说 设计是更深远的 风格与情感密切相关 但好设计不是 好的设计是永恒的 它是我们周遭万物与文化的一部分 在这个设计最为疯狂混乱的时代 文年里简洁利脱的设计 像清风拂去喧嚣的噪音 引领世代追求真正美好的设计 合理、适用 并保持着知性的优雅 设计是一段释放创意的过程 也是创造事物的过程 对于设计 每个设计师都有不同的理念和想法 并因此创造出我们丰富多彩的世界 文年里是设计界里程飞式的人物 他留下的许多经典设计 正如他本人认为 设计是为了世界片的更加美好 文年里同时也热衷于分享自己的设计理念和方法 于2019年出版了自己的设计刊物 并放置在网上 能够免费下载 下载地址我将附在评论栏 好 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分享到这 有任何想法 欢迎留言 喜欢的话 请点赞并订阅 我是杨子 我们下期见